好,歡迎大家來到我的講題,我是大都 今天這個題目是 Ruby 的 Command 這個主題我主要會分三個部分跟大家介紹 第一個會是 Ruby 指定在 Command Line 裡面的一些特殊的用法 第二個是 Unix Posts 的一些指定力跟 Ruby 的比較 以及如何用 Ruby 去重現 第三個會是 Ruby 加大怎麼用 Ruby 去制製一些 Command Line 上 可以方便去做使用的可決心檔 既然今天這個題目是 Focus 在 Command Line 的話 那我們也用 Command Line 做簡報吧 好,這個就是我的簡報 左邊的部分是簡報,右邊我可能會做一些示範 所以這邊就是拿來備用就好了 好,那我們開始吧 首先你會怎麼用 Ruby 這個指定的 那最廣言人質的其中的方法就是 你為它一個檔案,當作參數 那以這個為例,我把一個 Ruby 的程式碼 放到 Man.rb 裡面 那你 Ruby 在執行的時候 後面把檔名它就可以執行 這個很簡單,這不用多做 那第二個是,其實 Ruby 它可以去吃標準輸入 那這邊是一個用標準輸入的例子 一樣我存到一個檔案叫 Man.rb 那下一行我馬上會用這個鍵頭 小魚這個符號它是 Share 的一個功能 它可以將檔案當作標準輸入 去輸入到另外一個詞境裡面 那一樣它可以呈出你的元素 Hello 這個字 再來第三個 第三個是用 Pipe 那其實跟上一個例子有點像 只是這個 Pipe 我加了一個詞定叫做 Cat Cat 後面加檔案名稱 它會將這個檔案裡面的內容 印尼到標準輸出 那再透過這個 Pipe 這個文字 那它會再加這個標準輸入 直接 原本不動地丟到標準輸入 然後再給這個指定 Ruby 所以一樣喔 它一樣可以順便領出 Hello 這個字 那再來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是我最常用的一個執行 Ruby 程式碼 所以我不需要建議一個檔案 我只要加上-1 這個 flag 那再後面加上 後面請接的是一個 Ruby 的程式 那它就可以印出 它就可以執行裡面 那有很多用法 例如 我也可以再算數 就例如說你可能不知道 1 加 1 加 1 多少 那就可以用 Ruby -1 那加 1 加 1 那 好 我們用 DATE 為例頭 DATE 是一個其中一個 POSIX 的 其中一個 POSIX Utility 的指令 那它的項目就是印出日期 有時候你還可以加上 DATE % 那後面可能 可能 % 有一些加號 然後 % 對 一些用法 那你可以去決定它的格式 可是你不一定都可以記得自己用它 那我們 如果你不記得它自己用它 那你也可以用 Ruby 去做 Ruby 怎麼做呢 很簡單 如果你知道你沒有用 Time 的話 那你直接把這個 Time 告給 Print 出來就好 那結果就會像這個樣子 那如果你不喜歡剛剛的格式 你喜歡說 E-Poach 就是又稱作 Unix Time 那你想要這個格式也可以 你就加個 To i 它就跑出數字 很簡單吧 好 再來 如果剛剛的格式你也不喜歡 你也可以用 ISO 8601 那一樣就是 你可以用什麼 XTR App Time 那後面加個字串 那這字串 那這字串是那個 Ruby 的文件裡面也有提到的一些 Format 就造作其實你可以輕易地用出 ISO 8601 的格式 好 那第二個 我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ARG V這個 這個常數 這個常數是 是指 Ruby在執行的時候所得到的參數 那它會將這些參數存在一個ray裡面 那你可以以這個為例 這個為例就是 我示範一下 例如我這邊放123 那這個ARG V一定會是123的ray 就像這個樣子 那我們來實說一下Echo吧 Echo 大家知道Echo就是把後面的東西 參數一個給我印出來 那有時候它其實不管你有沒有空空 對Echo來說 其實第一個參數是卡通 第二個參數是Word 所以Echo 分別印出來會是這樣 這個很合理 那Ruby要怎麼做呢 Ruby的話它 你可以用Join 因為既然我們知道這個ARG V這個upgrade 那你就把所有的參數裡面 用空格去做間隔 那將Join起來再把它印出來 就跟Echo是有一樣的效果 所以 也不難做 那再來 因為接下來的例子 我們很多會用到SEC 所以我會先介紹SEC的用法 它是一個指定 讓你可以印出一個有序的數字 那例如我這邊100還 你就可以印出1到100 那如果就是4就好 就是印出1到4 這個很簡單 那這個Ruby系列可以做 怎麼做呢 一樣是ARG V 我可能就是抓第一個當作 參數就好了 那後面 我們將這個參數轉成 數字 那再加個Times 這件事情會 會是執行N4 那最後再把它 印出來 印出來之後 這邊要記得加持1 是因為這個Times 它是從0開始算的 所以 我在這邊試試看 Ruby-1 那例如4 這樣 你看123 4 那如果不加Times的話 它會變成1 123 這樣 這樣 好 好 再來下一個 跟大家介紹 標準輸入 這個標準輸入 這個標準輸入 的常數 就是 你可以用這個 Global變數 去讀 Ruby的標準輸入 那以這個為例 我就是Echo 一個Hello World 那透過那個Pype之後 再丟個VB 那Ruby 要去怎麼抓到 來自這個指令的 Standard input呢 那 很簡單 其實有一個 全力變數 去到SDI 你可以用這個去讀它 那最後的結尾是 這樣子 那這個 為什麼會有這個 這個換彈符號 這個換彈符號 其實Echo裡面 它自動可以加下去 所以這個 很合理 嗯 好 那既然我們剛剛 我們就我們剛剛 學到的知識 其實可以重現 TR這個指令 TR是什麼指令 它也是投資 其中一個工具 這工具是做 它這個 它這個 它這個比較像是 替換 文字 以這個為例 我把 O變成0 那前面的 Holo World裡面的 O跟 WO這邊的 O就會變成0 我再 我稍微示範一下 TR 這樣 對吧 那我也可以 就是再接 下一個 TR 例如我把 L換成1 那Holo World 就會變這樣 那這個東西 Ruby 你不要這樣做 Ruby 你可以用 Ruby其實也有 自傳 自傳裡面有一個 TR的方法 你可以用TR 或者是 你用 G-SOP G-SOP 可能大家比較熟悉 TR可能比較小心 那他們做的事情是 一樣樣的 可以打的 可以打的 好 再來我介紹 Cat 就我們剛剛 學到的東西也是可以 重現Cat的 一樣功能 但在那之前 我想先介紹 Cat 可以拿來做 對 那第一個 就是印出檔案 這個為例就是 我為它一個檔案 那它就可以 印出裡面的內容 這個應該 不用多做介紹 那第二個 它也可以配 什麼意思呢 就是Cat它如果 你為它 Standard Input 一些標準輸入的 一些內容的時候 它就是 遠蹦不動的 將標準輸入 直接接到標準輸出 所以以這個為例 我 將Echo Hello World 配配Cat 那 它最後 還就可以一樣配備做 所以 那分別 用Ruby來做的話 會是像這樣子 如果你想要 讓Ruby讀檔案 你可以用 File.Read 將這個 Input.Text 送給它 那這個就可以實作 有點像是Cat 然後後面接個答案 一層的效果 那你要怎麼去實作 用Ruby去實作 Cat 然後可以讀 標準輸入 的這個效果 那 我們看下一個 下一個就是 我們剛剛不是學到 Standard Input StdIn 這個全域變數 你可以用這個全域變數去讀 讀它的 標準輸入的內容 那其實就跟剛剛的Cat 是有點像的 可是 這兩個其實 你要合併在一起 好像也不能 重現Cat 百分之百Cat的功能 是因為你也 你無法預期使用者 會到底 是要為你打扮 還是為標準輸入給你 哦 不好意思 我再稍加一個 這邊有CopyStream 是一個更有效率的做法 就是直接加入兩個不同的IO 直接做Forwarding 這個 就是 記憶體的效率會比較好 好 那我再這邊介紹一下下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會是 前日剛Cat的一個 解決方案 那 ARGF是做什麼用的呢 它跟ARGV不一樣 ARGV它只是抓 它只是把所有的Argument 存到一個Array裡面 但ARGF它是一個 類似IO的Object 那 它可以 除了 它可以 將你的所有 Argument當作答案 名稱 去讀檔 然後變成一個 InputStream 或者 它也可以是 如果增測到你有那個 InputStream 的話 它一樣可以讀得到 它是 兩種 我舉個例子 這邊有個例子 我存兩個答案 Hello 存到1.txt 然後World 然後我通過Ruby簡易 直接把ARGF 不是ARGV ARGF去印出來 那它就會印出這兩個 那下一個呢 一樣 我用Echo的方式 Pipe給它 我的程式碼完全沒變 程式碼就是 Print and ARGF read Print and ARGF read 但這是我給它答案的 我這次直接給它的是 標準輸入 給它裡面一個 Hello 然後再拍個好 然後再來一個World 這樣的方式 它一樣可以去運作 所以ARGF是蠻方便的 如果你想要做像是Cat這樣的指令 其實很多Post的指令 都是 都是可以 擁有 你給它一個檔案 像是Grap也是 你給它一個檔案 它可以Work 然後你給它一個標準輸入 它也可以Work 所以ARGF 是很適合 就是用在這種 案例裡面 好啦 那我們就用這個來 重填一下Cat吧 我這次改動就是ARGF 的方式 那還沒給它 是可以運作的 那當然你Ruby 後面那幾個檔案 其實也可以運作 看一下 例如Echo Hello 丟到1.txt 然後去Ruby 執行它 1.txt 對 它這樣也是可以運作的 那如果你想更有效率的話 還有一個IoCopy Stream 直接用Copy的方式 那它也會更有效率 好啦 那我們來稍微總結一下 我剛剛介紹的是 我剛剛也介紹一個指定 是Ruby簡易 它是你不用去新增一個檔案 你也可以去執行出別的程式 對於一些就是你可能想 你想要暫時執行某個程式吧 但是你不想去繼續維護它 這個是很方便的 那這個痊癒變數 可能是適用在你想要讀那個標準書的時候可以用 那ARGB是你想要去的環境 不是環境 ARGB是你想要去的 呃 程式碼 指定的參數的時候你可以用 那ARGB的話是 它可以將你的參數 當成檔案去讀 然後變成一個IoObject 或者是 或者是它直接讀Input Stream 這是一個良用的一個 的常數 那我們剛剛還有提到的一些指定 像是Date Echo Sig Tier Cat 這邊 全部都是可以用Ruby去重現的 如果你 你其實 有些鬼友可能你知道Date是怎樣 或者是知道 Sig 或是Tier 其實也沒關係 你只要會Ruby 其實是可以輕鬆 就是 重新製造一個 一樣功能的指定 再來下一個章節是 Ruby-n 這個 flag 這個 flag 的意思就是會在 它會 你可以想像它是在你的 script 外面的 OS 外圍迴圈 那外圍迴圈的第一個層會是一個 get s 也就是它發展就是讀一行一行為單位 我去讀 standard input 好,我這邊舉個例子 那剛剛你取到 sec 用 sec 3 就會印出 1 到 3 那這邊如果你用 Ruby 加-1 去執行 將每一個你讀到的內容印出來的話 會是像這樣子 我就知道執行詞 它是讀到這個 1 換好,然後 2 換好,然後 3 換好 所以內容會長這樣 那其實它可以簡化成這樣子 這個前號底線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前號底線是指的是你上一個 get s 讀到的內容 那 Ruby 會將它佔存在這個 dollar 底線 前底線這個全域變數裡面 那它的效果 我先把它清控 它的效果是,這兩個效果會是一模一樣的 那在下一頁 那-n 的話又可以更簡化了 因為我們剛剛讀到說 就是這個-n 這個 flag 它是相當於在外面 就是包一層這個 wild 的回圈 所以如果你有減 n 的情況下 其實你可以將這整個步驟就更簡化了 所以你不用去寫這回圈,直接把它 bring 出來就好 所以你可以得到一個 1 換好,2 換好,3 換好 這樣的一個 name 很方便 好,那我要用什麼當例呢? 這次用 grab 當主角 那...就一樣 那我 sec 30 先印出前面 30 的... 數字 但是我只要有 3 的... 我只要抓有 3 的部分 所以實際上這樣 33 23 跟 30 那這樣的一個功能 這樣的一個需求 應該可以用... 用 Ruby 去試作 對不起 應該怎麼用 Ruby 去試作呢? 嗯...這邊... 嗯...一樣 我前面有一個 n 嘛 那 n 表示是外面的回圈 那我就是每一行呢 都去...偵測一下 我這個... 大家的底線,前底線 有沒有 match 到 3 這個... 文字 那如果有的話,我就把它印出來 嗯... 對,這個很直觀 好 那... 嗯... 再來下一個我要介紹的是 Ruby 減 P Ruby 減 P 跟減 N 是有一點像的 那...就差在一點 就是它會把... 每一行... 會再印出來 這跟 set 的做法有一點像 set 如果你有印象的話是... 它的... 它運作過程的話 我這邊... 若你不記得我把它印出來 第一個它會先把每一行 存到一個 buffer 裡面 然後再來是 將你 set 的這個指定的 所有的... 裡面的 claim 全部... 全部執行 在那個 buffer 裡面 再來是第三個步驟 是這樣 buffer 裡面的內容印出來 最後再回到一... 再讀下一套 這個是 set 的運作過程 那 Ruby 減 P 跟 set 的有一點像的地方是 它其實是一樣會幫你做這個步驟 好 那... 這可以應用在什麼地方呢 我在... 剛剛的例子 這個是... 這個是我還沒有用減 P 的時候 我只用減 N 你可以看到... 嗯... 這邊是... 都是一樣的 這邊我不介... 不多多介紹 那... 這邊如果用減 P 的話 可以這麼做 因為我們知道減 P 會自己印出來 所以我不太需要這個方法 對吧 那如果用減 P 的話 它就會變這樣子 一樣 我每一行呢如果 match 到 3 的話 嗯... 就... 我就什麼都不做 但是如果沒有 match 到 3 的話 我就直接 next 那你還記得 next 才外面會有一個隱藏的外回圈 所以 next 是直接跳下來 那它的效果 會是一模一樣 好... 那在這邊呢 我再舉一個比較複雜一點的例子 這個是比較生活化的 嗯... 應該會有一個答案 沒錯 這個是一個... 嗯... 嗯... 我最近在做的一個 App 會用到的一個 大理件 V5 那它裡面有一些註解 那... 也有一些... 就是... 多的換行 那有些東西是我不需要 像是註解不是不需要 還有這個多餘的換行 我也不需要 那我會怎麼做 通常我會用一個 Grapp 指定去... 這是... 這是我要的 嗯... 那這樣的功能 其實不一定每個人都知道的 可能減P減E 這些... Grapp 的這些用法 那其實... 那這個東西到底要怎麼用 Ruby 去做呢 嗯... 是可以... 嗯... 這邊的做法是 Ruby 減P 那後面是... 嗯... 每一行它們檢查 有沒有 match 到 嗯... 例如這個... 以警示套為開頭的行行 或者是... 空行 你只要 match 到的話 就直接跳下一個 繼續... 回圈的下一個 iteration 去繼續 其實... 那它的效果是一樣的 順便一下 嗯... 對... 對... 掉... 嗯... 然後... 其實... 其實... 其實也可以這樣做 就是... 減P 跟減N 它其實是... 你可以用... standard 你可以用標準輸入去... 位置調給它 你也可以用每個方法 它跟 ARG F 這個 ARG F 有一點類似 嗯... 好... 那... 到這邊你們可能會好奇說 嗯... 那為什麼不直接用 Grip 就是... Grip 明明效率比較好 那... 其實有很多原因 第一個是... 就是因為愛 對... 因為我們... 我們都愛 Ruby 所以... 就是... 就當然用... 用 Ruby 會比較開心一點 嗯... 當然這個... 可以說是幹嘛 那... 沒關係我們還有很多理由 第二個是... 不一定... 不一定每個人它會... 這麼的熟悉 Grip 的使用方法 像是... 減大 E 減大 P 減 B 這些... 這些... 這些 Flag 你有時候要去背它 你就是會... 會... 所以... 嗯... 不一定... 就是... 那麼的使用 好... 再來就是... Grap 它有很多的使用 嗯... 那... BSE 也有寫下一個 詳細的明明 下面你之後會介紹 好... 再來喔... 再來是... 嗯... 正規表示 Regular Expression 他們... 這個規範裡面 並沒有去針對每一個細節 清清楚楚的告訴你 應該怎麼失落 它有些部分是... 嗯... 是 Open 也就是說... 嗯... 就是一個... 一個符號但是... 不同失落的可以各自... 各自... 嗯... 所以它並不是一個那麼... 嗯... 可以依賴的... 一個... Spec 嗯... 再來... 那邊有很多的... 嗯... 這邊... Regular Expression 很多的... 嗯... 規範像是... 比較有名的像是PCRE 它是curl 它... 在Grap 你要用它的話 你可以加個減大P 可是這個是只有GNU 的Grap使用才會有 所以你在BSD 像是Mac 你可能就... 沒辦法使用PCRE 嗯... 那第二個是... 嗯... 像是Basic Regular Expression 嗯... 我們簡稱叫做BRE 這個EvanGrap它... 預設就是這個... 造造調 那它有Extended Regulation 嗯... 簡稱DRE 那你可能要加個減大E 它才... 像是... 像是什麼... 問號... 問號還是... 還是一個... 還是掛號 這些有一些... 還有假號 對... 這些Regular Expression裡面的符號 只有減大E才會生效 嗯... 那除了... 那除了...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這件事情演化聊天 不同時座的話可能... 可能預設的東西也不一樣 就是... 你也不清楚... 不清楚... 就是... 這時候應該要你哪一個... 標準去寫Grap 所以... 你用Ruby的話... 就會刺激很多 因為Ruby它... 它的文件就是... 就只有有份的 而且它不太會有... Breaking Change 嗯... 這就是為什麼... 就是... 你可以用Ruby 但不要要Grap的一些原因 好... 那接下來我們用Set 當個例子好了 嗯... 這邊Set呢... 大家最廣言的用法 應該就是這個... S3的G 對... 當你要替聽一些... 文字的時候 最常... 的寫法 其實就是這樣子 嗯... 舉例來說... 我把這個World換成Work 從Hello World轉成Hello World的話 你可以這樣子寫在這 然後... 像我上來這邊 嗯... 這樣子寫 那就會變成Hello World 那這個東西... 其實用Ruby應該... 就會變得非常的容易 如果你只要會G-Stop的話... 那寫起來就會像這樣子 那大家還記得減P嗎 減P是... 你就不用自己去印出... 就是美好的內容 它會... 自動的把它印出來 所以你可以將那一行去... 去G-Sub 加個淨灘號 有這個淨灘號 它會自己去... 它就會replace這個原本 因為最後... 這個減P它的功能 其實... 是印出來的 是... 這個... 這個... 權益變數為主 好... 那其實還有一個... 再教大家一個... 更簡單的做法 直接就是G-Sub這樣就好了 那你可能會有一點... 就是... 就是... 問號抽... 為什麼... 我先證明一下好了 這個是真正可以做的 這樣子 好... 你看... Hello World 那這個是怎麼回事呢 因為... 這個G-Sub應該在 Kernel這個Module裡面了 但... 其實你仔細看那個... Ruby的文件裡面 它有這麼一個... 一段表述 就是... Kernel它其實是有一個方法 就是... G-Sub 對... 那它其實是跟這個是一樣的 而且... 它會直接去取代 原本的這個... G-Sub 那它後面那個就是... 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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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你只能... 在使用那個... 減P跟減C的時候 才可以使用... 這個KernelG-Sub 那... 在... 除了這個G-Sub之外 我們還有很多的一些... 方法... 是... 也是可以用在減P跟減C的 嗯... 而且是... 只有減P跟減C這兩個... 一個限定的 嗯... 有Sub 有Sub 還有Chomp 這個Chomp是用在... 你可能... 你不想要就是... 後面那個辦法符號的時候 你可以用Chomp 好... 那... 再舉一些比較有趣的例子 嗯... 這個例子是你想... 嗯... 當你想要去將... 自傳裡面的... 網絲 你只要Match到網絲的話 嗯... 我們就把它換掉 把它換成... 就是... host 那... 我們可以這樣做 就是直接... require一個URI... 的 module 然後直接... 用G-Sub 去體積它 這樣它換成就是... 嗯... 第四個group 就是... 這塊... 嗯... 那... 這個東西... 如果你想要set 你可以怎麼做 嗯... 可能就是... 你可能會先找... Match URI 你光是Match URI 就很頭痛啊 我試一下喔 然後好奇一點 那你可能要這樣子 其實光想要這邊 就... 嗯... 你心情就會開始更好 你可能就是... 覺得後面... 就是... 可能會很難寫 嗯... 你可能不會那麼想要set 那... 那... 它真的只有那一件 這個URI 這個辦法是可以讓你... 不一樣要set 嗯... 除非你可能很喜歡用set 好好... 再下一個set的例子 嗯... 一樣是用sec當開頭 這個sec10... 嗯... 如果在... 怕大家在忘記我在... 執行室號 就是印出1到10 那裡面的set1.5 D這個什麼意思? D delete 意思是說我要從... 第一行到第五行 全部刪掉 所以它只保留了67894 這個也可以用用筆去實現 你就是... 嗯... 這邊有一個新的權益變速 叫做... 前... 前點 那... 它是指說當前的... 它的意思是當前的行號號 那一行的行號號 那如果這個行號只要小而用 我就直接nex 那...為什麼 這個是nex 再給大家複習一下 這個減機器 你要想像它外面有一個外有外有圈圈 所以nex它就是會效果 那這個意思就是1到1出效果 一樣就印出來 所以我們是可以用Ruby去重現 set1的... 用方法 嗯... 好... 那... 一樣的樣題 為什麼... 那為什麼不用直接直接用set1 一樣就是我們... 因為... 因為... 我們就是喜歡RubyB 在... BSD上面執行的 是因為它是... 呃... GNG的set 公明 對... 但是你用Ruby就沒有這些問題 就... computability 也是很重要的 嗯... 所以你有一些... 想要一些... 就是... 可以portable的... 指定集的搜尋 Ruby是個... 還不錯的搜尋 好... 再來是介紹... Ruby-A這個... flag 這個... 它... 必須搭配... 去使用 使用的時候呢 它會將... 你每樣讀到的... 這個變數去... 去... 去... 每一個... 然後存在的... 就是這個... 這個... 搭配... 那... 舉一個實體的例子比較清楚 那... 一樣我們就是用... 那... 今天多了一個新型號叫... X-Arc 這是幹什麼用的呢 嗯... 我舉一來說... 就是... 一到腳這個沒有什麼問題 那... X-Arc-X-3 它其實就是將... 三個三個一組的全部... 三個三個一組... 就是印出來 那... 它... 它... 你會得到一個... 三乘三的... 矩陣 那... 這個是為了展示... 這個... $F的功能 所以我就是用... 用這個指令去... 做示範比較容易一點 嗯... 那... 減... 減成... A-N-E 還記得... A-N-E 好... 帕王就會提... 提示一下... 先減成... 減外面會有一個外匯圈圈 所以它會... 就是... 一行一行一組的信心 那...這個減A就是... 剛剛正在... 正在... 現在正在講... 就是它會將... 每一行去切成... 這個... 所以我們執行就是... 點這樣子 嗯... 就會... 每一行執行它會得到... 三個 Array 實際上運作的呢... 可以看... 左下角這裡 它會將... 123換行 456換行 79換行 分別去執行 然後再去Split 嗯... 那... 再舉個例子 這還有其他的沒有用 像是... 嗯... 我如果把... 空空換成... Table的方式 那其實也是可以運作的 因為... 換成Table 對... 這個Split是不影響的 Split它會... 針對... Table跟... 換換行 嗯... 去處理 所以你完全不用擔心 就是... 它會切錯 它一樣可以... 就是切的...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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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 跟上一個結果是一樣的 再來呢是... 嗯... 我用一個... 嗯... 指令叫 Orc 去當作... 例子 給大家看看 嗯... 舉例來說我今天有一個案例是想要把... 這個舉證 每一行算出它的它的利率 然後... 那就是... 那你要去用 Orc 與執行的話 你可以這樣做 嗯... 嗯... 我一樣在... 這樣這樣 沒錯 那... 如果你要用Ruby去實作的話 會怎麼做呢 一樣像MV9 就是把這個淺F 淺F我們知道它是一個Array 那我們先用MAP這個方法去轉成一個數字的Array 那最後再呼叫Song這個Method 那就可以跟OK一樣效果 所以你好像也不需要學後的OK吧 再來下一個我要介紹的是減大F 減大F它是指說 像我剛才的例子 去Splitter每一個Field的時候 用的是控控格或是Tab或是換號 這些符號都會被輸掉 但是你可以去指定某一種特別的PayTank 去當作它的Splitter 舉例來說好了 例如我們想要去處理的是一個CSV5鍵 像是這個 這是矩陣嗎 但是我把換換呢 我把控格換成Tab 它就會覺得不是會Tab 我把控格換成豆號 它就會變成一個CSV 那Ruby也是可以處理這個CSV的 只是在處理的時候呢 會有一些問題 看這邊的例子 前面這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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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這邊都是一樣的 只是多了一個解副 然後一個豆號 那我們得到的結果其實就是這樣這樣 就是它後面多了一個 換號符號的可能不是這麼的理想 那原因是它裡面的10座 Ruby裡面的10座畫畫 其實其實是點字益 然後把豆號就直接放上來了 對所以你這個RB去執行其實是一樣的結果 你看看 對啊 嗯哼 那這個要怎麼解決後面也是會講到 當然你可以去每一行去 特別去Chomp它 但也不用那麼的麻煩 我這邊跟大家介紹一個新的Flag 叫做-L -L是Enable Line Additude Processing 它的意思是每一行在處理的時候 Ruby會去自動的方法 然後後面的換號符號給打掉 這個例子就很清楚啦 這個是我還沒用減減的時候 我們只有Ruby減減減減減 然後將每一行印出來 你可以看到Ruby讀到每一行 Hello 然後後面的換號符號 但是我加上L之後 它的換號符號就不見了 它是會自動方法一去處理的 欸叫太快 這當然開始好了 就是加L之後 它換號符號就不見了 那如果你要結合個減 F跟減減的話 然後去處理CSV的話 就可以像是這樣子 這邊是我還沒用到減L 所以我們的 我們在處理這個CSV檔的時候了 就是 大家忘記再次好了 就處理這個檔案的時候 嗯 它原本後面總會有一個換號符號 但是我如果加上一個 加上一個L的Flag 然後換號符號就會不見了 這樣子就是一個 比較理想的符號 再來更多的AUK 這邊的AUK是跟剛剛的例子一樣 就是去算美好的裝置 AUK的話他一樣的減捷 所以Ruby有可能是去接近AUK 去決定他的這個Flag要去送給自己 那Ruby的話就是像這樣子 減捷F 鬥號 NLE 好 到這邊我們來總結一下 我剛剛講了不少東西 第一個是減N 減N的話是 就想像一下你的Screw會不會被包一個Y1圈圈 減P的話跟減N是一樣的 只是他會多一個最後會再把這個換號符號 講錯了 他最後會把這個DAL的底線 就是他讀到的那一行給印出來 再來是減A 減A是AutoSplit 他會將每一行去切成一個Field 然後把它存在DALF 這個全一邊數 再來是減大F 如果你不希望你的Field是用控口 或是TAP去分割的話 你想要用別的符號像豆號 CSV就是用豆號 那你就是必須要加這個減Auto 後面加一個H&T H&T H&T可以是一個Split 但是減L 減N是將每一行去自動切掉尾巴的換號符號 這樣的話你就不需要自行自處理 是一個很方便的 是一個蠻方便的FLAG 那這邊還蠻多東西的 有什麼好記的方法嗎 有 我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個 第一個是不是 -L-A-E 這個LAN 像Ruby蠻紅的就是Ruby on Rails Rails Rails就是你想要軌道 那軌道你很想要道路 那就是加上那個LAN 其實就比較好記一點 那另外就是比較沒什麼聯想 不過它就是 Pail也是一個英文單字 就蒼白 所以你就可能想要 不想要印出來的話 你就是用這個LAN 那你想要就是有這個減P 減P這個功能的話 你就是用Pail 這樣會比較好記一點 那剛剛有提到一些經典的TOSIX指令 就是分別是這三個 而且這三個通通全部都可以用Ruby去實作出來 好那再來跟大家介紹這個Begin還有End的用法 那這邊這一段呢 那這邊也不清楚 我把它 展開 這邊這一段是截入至Ruby的那個官方文件 它說Begin是 它是一個 method 那後面可以有個block 那裡面會在所有的code 之前執行 那add的話就反過來 會在所有code執行完之後呢 才會執行 那我這邊 給大家看一個例子 嗯 嗯 這個例子裡面是 我這邊有個begin block 裡面就是 print一個begin的字 那end之後是print一個end 最後再put是hello world 那它的執行順序會跟這個不太一樣 我們是照begin end的然後再一串這個hello world這樣寫 但是它執行順序實際上是 會先int to begin 在這裡 再是hello world 然後最後才是end 那 那 再舉一個例子 這可以用在哪裡呢 例如我們有想要把 以這個例子為 以這個為例的話 我們是想要把 1到100的數字全部加起來 那 就可以利用這個begin跟end 嗯 那這個begin是 嗯 我們之前有講過像這個 嗯 這個n喔 它前面會加一個回圈嘛 那這個回圈 這個回圈並不會加在begin的前面 嗯 那個外回圈只有 在這邊會生效而已 也就是說這個begin 全部只會執行一次 然後這個end也是 只會執行一次 那中間這一行呢 中間這一行是 每一行都會執行一次 嗯 所以我們可以在先 嗯 這個程式開始之前 先設定一個sum的變數 那 將每一個 每一行裡面再 嗯 去做 累加 對 那就可以知道這個結果 那 嗯 在這邊有應該會有 會awk 的朋友 所以就覺得很熟悉 因為awk 其實也是有begin和end的 嗯 以這個為例好了 嗯 這邊是一個 嗯 第一個欄位是 月份 第二個欄位是 嗯 利潤 對 那這邊總共有三個月的資料 那你用awk 想要算出 總利潤的加成 那你可以怎麼做呢 一樣是begin 那你指定一個變數之例 那如果是這個計號 這個NR是指說 呃 它的行數 大於1的話 因為我們只需要下面三號碼 我們並不需要這個 Month跟Revenin這一行 如果大於1的話 就把它加起來 把欄位2加起來 對 這個欄位是這個位置 那就把它訂出來 所以你可以得到518 那用Ruby怎麼做呢 呃 Ruby也是蠻像的 對 只是Ruby它需要注意一點 就是你需要做Typecasting 嗯 不然的話你是沒辦法去 用字串去加一個數字的 那offer是其實是自動買在這裡 做好了 所以 不用擔心 那 一樣你這邊指定一個 上變數 那每一個 嗯 每一個欄位 嗯 欄位1 的位置 1是指 嗯 180的位置 那如果是indexing 的話是 月份這邊 那我們要加後面的數字 所以是欄位1 嗯 記得轉成數字 那 這邊 這個還記得嗎 這個 權力變數其實跟這個NR的意義是一樣 就表示它的 它的行號 嗯 那一樣 最後結果會是518 好再來最後一個章節 是跟大家介紹 SHIBAN SHIBAN的用法 那 這是什麼呢 這跟Ruby的關係比較小一點 跟座椅的關係比較大 它是指說 然後在UNIX UNIXLIGHT 做一種中 如果 這個檔案的第一行 是警字號 警察號開頭的 而且是一個 可執行檔 那 它會將這個檔案 視為一個 特殊檔案對待 它會將這個 警字號警察號 後面的 嗯 指令呢 嗯 後面的資材當作指令的名稱 然後去執行這個指令 然後接著將剩下 檔案的內容 當作 嗯 這個指令的第一個 嗯 這當作這個指令的 input 那這樣講可能有點抽象 我們 一些例子會比較清楚 嗯 以這個例子為好 以這個為例好了 嗯 我們有一個檔案叫做 non 嗯 我準備好了在這裡 對 它很簡單 第一行就是 嗯 並以SH 告訴我們座椅系統說 這是一個 嗯 這是一個要用SH來執行的檔案 那下面呢就是 嗯 要叫SH做的事情 那我只梳理一個date 就是這個東西 date 嗯 那再來我把它變成一個可執行檔 嗯 好 再執行它 那它就會印出現在的時間 嗯 那這樣其實有點 脫褲子放屁 對我們來一點有趣的例子 嗯 又是假法 嗯 又是假法 那我已經準備好這個檔案了 讓大家看一下 在哪裡 應該在這邊 對 好 好 一樣 第一行呢是我的Ruby的這個執行的 嗯 絕對入境位置 那後面做的事情就是Ruby 嗯 要去做的 他做的事情很簡單 他把 我們的參數的第一個跟第二個 轉成 Integer之後呢 再把它加起來 嗯 所以說 我一樣把它 變成可執行檔 那 去執行它之後 後面加例如 例如8加9好了 8加9 好 89等於17 嗯 對啊 這好像還蠻容易的 那 除了這樣子寫 有一個 但其實這樣寫其實是有一個問題的 嗯 因為說我 這個是我的Mac裡面的絕對路徑 但不一定就是代表你的 作業系統絕對路徑 怎麼說呢 你有可能是用5Bound2 或者是你用FreeBSD 其他作業系統 那你的Ruby就會安裝在不同的地方 那比較一個 大家會 通用的作法會是 改成這樣子寫 就是用那個ENV這個指令 然後後面加個Ruby 那這個ENV它做的事情 其中 它做的事情蠻多 但其中一件事情就是將 呃 Path 這個Path 這個環境變數給設定好 也就是說你的Ruby總是會在 藏在這裡面的其中一個地方 嗯 嗯 那等到它把這個Path設定好之後 再執行Ruby 其實就不用怕 跑出什麼 command not file 這種錯誤訊息 所以還蠻推薦大家 這樣使用的 如果你想要寫一個工具 然後想要在各個不同平台上 可以Portable的使用 那這個推薦 推薦這樣的寫法 嗯 嗯 再來我們再來一個 有 做一個有趣一點的例子 是把CSV轉成 JSON 那我一樣有把這個檔案準備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這邊剛好就是用到 嗯 剛剛用ENV的那個 剛剛提到ENV的技巧 那 那 告訴各位系統說 這邊是一個Ruby的課程系統 那 那要做的事情是 可能就是require CSV跟JSON 然後把CSV 讀檔之後 啟用Heras的功能 最後用JSON 把Dumb出來 那這會發生什麼事呢 嗯 我也準備了一個CSV的檔案在這裡 嗯 這是一個 嗯 有兩個藍位的CSV檔 前面是名字 後面是年齡 那 好 我們去試試看 嗯 這樣子 那後面加Input OK 對 那 可能不是很好看啊 我們再加個JQ 欸有了 這就是我們要的結果 就是它會根據 我們的那個 CSV的head 去 對應到JSON裡面 object的key 嗯 那你有注意到喔 這邊有個ARGF 對吧 那這可以怎麼用呢 意思就是說 其實也可以這樣子用 嗯 這樣 然後直接判給 那個 CSV的JSON 這樣子也可以 嗯 嗯 對 ARGF很好用 那一定要學起來 那這邊的下一頁其實就是 只是展示結果而已 好啦 差不多了 這是我們的最後一頁 嗯 接近最後一頁 嗯 給大家做個總結 就是 總共四個 第一個是 大家可以背一下這個口訣 就是 Ruby-A 然後後面加個字 嗯 那 前面有其他這個A是回圈嘛 那L是 會幫你記住 旁墨的那個換行 換行符號 那N的話是 N的話是 外圍圈 那E的話是 直行指令 那這個PAL呢 就是只插在N跟P而已 這個P就是 一樣會加上外圍圈 只是呢 它會再把內容印出來 好 那還有呢就是 如果你想要 嗯 寫一個就是Ruby的可聲音檔 你可以用 第三個這個這個這個技巧 那第四個就是 嗯 如果你不太會使用一些 Unity-Pose-6的 指令 那其實你也不用害怕 就因為 嗯 只要你會Ruby 對 你只要會Ruby的話 有很多的事情是可以 有很多的Pose-6的工具 是可以取代的 嗯 嗯 好 以上 感謝 嗯 再來 提供一個 提供我的這個連結 我的Token連結 這樣好 這樣比較好看 嗯 你可以安裝這個Size 如果沒有的話 你可以要Google一下 Linux怎麼安裝 那這個是我的投影片的網址 嗯 嗯 那你下來下來之後 它是一個可執行檔 你只要 讓它加上CHMODE加X 它就可以執行 那你執行這個檔之後 就可以看到我的投影片 就 歡迎大家來下載 以上 謝謝大家 再來是QA 那接下來是 那接下來是 還剩下五分鐘 到六分鐘的Q&A時間 那歡迎大家踴躍發問 然後這一場是由線上的方式進行 所以我們現在在跟講者進行連線 喔 已經連線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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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有人想要發問嗎 或是講者有什麼想要補充分享的東西嗎 現在講者聽得到這裡的聲音嗎 喔 喔喔喔好 那 現在現場也還有人想要發問嗎 或者是講者有什麼想要補充的東西 這樣講者聽得到嗎 喔好 有 喔 現在現場人數眾多 我看不到 我看不到 他看不到 那應該要怎樣 我好大 我好大 有有有有 謝謝 這都沒問題 那有什麼想要補充介紹的嗎 講者 欸 補充介紹的 我 我想一下喔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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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吧 我問一下 你為什麼會怎麼講呢 就是 研究這堆東西的動機是什麼 因為我相信 台灣可能95%以上的人寫入別人 大概都沒有 包括我自己大概都沒有研究到這麼深 對 對 喔 你說動機喔 對啊 就是 我可能 到 我工作大部分時間會處理那個 text processing 就是用指令來處理 然後每天都要用 然後用到最後覺得 就是 我要追求不是效能 然後就開始看 研究 Ruby的 Ruby的 Ruby的man page 看說 有沒有什麼就是我寫一次就好不用在那邊背 各種指令的用法 這方法 這方法 嗯 對啊 其實我自己的Bin資料夾 我的HOME路裡面有一個Bin資料夾 裡面有很多就是Ruby的可執行檔 就是 用來取代大量的set.org 還有crypt 用的 嗯 因為他就Ruby可能 這部分會比較好維護一點 對 動機在這邊 在Ruby可能時間比較多吧 好 好 好 那 目前的這一場會議到這邊結束 那接下來 下一場會議你的開始時間 將在11點40分開始 那 謝謝大家參與 也感謝講者精彩的分享 那我們現在進入為期7分鐘的休息時間 掰掰 可以 謝謝 謝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會兒 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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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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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